谈起地震回到我们的921这一起地震到现在 今年已经是15周年了 系列报道今天要带您来到南投的九份二山 九份二山在921地震当中崩塌的非常严重 有一位槟榔的农夫 他拥有7公顷的槟榔圆 也靠着种槟榔累积了不少财富 但一场地震让他有所省思 于是他砍掉了所有的槟榔圆 改种肖南树 从30公分的小树苗开始种起 种到现在15年 已经成了一片肖南山林 九份二山的面貌 也因此有了些许的不同 天涯五九二一地震一四起 我这个酒我就要保卫它 这就对了就要保卫 是什么的 你也在这 这比较冷了 又是一天的开始 朱中村重复说着那一夜的山崩地裂 地震后就陆陆续续 很多有旅客到这边来嘛 那有一只手在这边啦 他的家就是九二一地震的震报点 他说的是家园的改变 也是百年大震的历史 已经十五年了 很快 他是这也特地说了解 他这就是大历史 没有受过训练 却说得比任何人都专业 这个故事呢 要讲了很事实 给这个理科了解嘛 这样子啊 才不会导致 以后历史上的误导 原貌是怎么样嘛 我住在这里嘛 那请求在这里嘛 九二一地震毁坏家园 也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朱家兄弟原本靠山吃饭 地震带走了他们的母亲 震坏了赖以为生的山坡地 水宝局征收作为地震纪念园区 许多人好奇询问 地震前后的景观变化 而他们也就此成为地震解说员 以前不是我们是靠山吃饭的人 不是生意人 没有鼓励我们今天站不起来 波光淋淋的两个艳色湖 如今是当地重要的灌溉水源 这个水之源对我们村里头 譬如说干旱的时候 没有水的时候 这个都可以利用 我们也希望说借着一些转座 让这个大地复苏 当时九分二山崩塌走山的面积 将近两百公顷 土方瞬间滑落一千公尺 大自然的威力振行了大家对水土保持的观念 那当时都是檳榔 全山都青 那当时的青是经济跌六千块的 我说地壮房间 吴金镇因为种檳榔赚了不少钱 九二一地震他精绝国土为翠 这都差不多九九一了之间 我整山的路都用小南做行道树 砍掉整整七公顷的檳榔树 每年将造成四十五亿公顿水量流失 是全国水资源需要量的五分之一 它的根系大概只有分布在土壤表层三 三到九十公分 然后它是没有主根 它是蓄根的 然后它是上部是比较密实 有部分学者他们会认为说 它密实的部分会跟土壤会有一个断面 然后在大雨的时候容易在边坡造成的坍塌 造林是最好的水土保持 九二一地震带给台湾京市灾难 也带来京市警惕 我们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 但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准备 感谢观看